我这个屏蔽只是说屏蔽家人 作曲 李宗盛 有 就是我不是上年参加了法考 然后我中间一直在学习 也没有怎么跟他去约会了什么的 感情就感觉就变了 然后谁变了 他变了 我知道你去考试努力学习 我也支持 我只是说不想看你那么累 在每周你能抽出两三个小时时间 放放松我们约个会 不要给自己那么多的压力 只是这个意思 你每天从早上到晚上 见不到人 微信也不说个话 我当然不想让你那么累啊 而且考完试之后吧 虽然差一点没有考过 你老实说差一分啊 心里不甘心 结果已经出来了 差一分跟差一百分有什么区别吗 而且明年又不是没有机会 完全可以继续去考啊 但是你知道吗 这场考试对我有多重要 然后我从一月份一直准备到九月份 你不但没有支持我 还天天抱怨我没有时间陪你了 这了那了 而且我考完之后 我差了一分是不错 但是我是一个小姑娘 我哭哭就咋了 对啊 你哭啊 我安慰你啊 然后你还说我不理解你 那我夏年还要再准备一年 那你说咱俩之后应该怎么走的 我还是这种状态 可以有一年已经有经验了 知道该怎么去 我不打扰你嘛 就可以了 你看你是什么态度 不打扰我 女生是挺惶恐的是吧 就是对未来已经没有把握了 是这意思吧 也就是说我2020年 还要准备一年的律师考试 我不知道我们这个情感 该怎么维系的 因为我观察到了一些问题 女生所连续对的问题 比如说抽烟喝酒 谈到的是应酬问题 对吧 男生讲到的是说 我带你去大家都不快乐 也就是说在你的朋友圈里面 对这个女生是有一些看法的 对吧 这是关于朋友圈的 在家人那个圈子里面 男生说的我们家人不同意 这是男生的描述 但是当家人和朋友圈被打开之后 女生暴露在家人面前的时候 家人又并没有提出任何的疑义 对 没有 那我们怎么理解前面那段话呢 这个我相信在女生心里 肯定又是一个小哥的 然后女生就会把在生活里的 很多细节进行放大 这种细节可能就小到 一个偶甲里面是不是有猪肉 或者别的什么事 她就会觉得 好像这个男生很漠视 我对我很不关心 再加上她认为你的前女友 一直在纠结她 对吧 也就是说 在你们一年多的 这个恋爱过程当中 前女友是一个如影随形的影子 伴着你们谈恋爱 你也解释不清楚 这大概就是现在这段 爱情比较棘手的问题 再加上明年的绿考 你刚才风清云淡说了一句话 说我有经验了 我知道怎么办了 下一句就是不打扰你了 是你说的吧 是 那你这个感情怎么办呢 我是觉得她既然这么努力 不能说 没事我就去给她提要求 让她出来约会 就少联系一条 我也不是说让你少联系我 我就是希望你能理解我 支持我 而且你说你不喜欢做出承诺 那你说中国是五千年文化 为什么要创造出承诺这两字呢 她指的不喜欢做出承诺是什么意思 就我们未来的规划嘛 她说以后的事都保不准 她从来都没给我做出来可确切的承诺 是这个意思 比如她会跟我说 我们将来什么时候结婚 什么时候生孩子 我这个我不会去想的 我也不敢去做保证 因为我觉得这个未来要我们两个人 共同地去努力去创造 只有到了合适的时候 我们自然而然就会有该有的结果